一收一放 十六位小提琴学生整齐画衣 加上手语 不用歌词 悠扬乐声就能听尽心坎里 小提琴慈善音乐会传达爱心 已经连续八年时光 今年他们选择把表演的门票收入 捐给慈祭 场内影片看见善的足迹 场外援游会 透过茶花道和环保毛毯 加深印象建立好园 大家新闻 这是下美之工 泰国报道 我们下期待会讨计划